摩登兄弟刘宇宁6月21日微博直播 港上和记忆 刘宝问你谁 进我直播间问我是谁 我收电费的 我上人家安网线的 你看我像不像 我谁 上面不有名了这写着摩登兄弟刘宇宁直播间 啊 你这好像是你看都看不到啊 我卖鸡蛋的 刘宝说我的爱豆叫刘什么来着 呃 刘口水 刘鼻涕 就是你的爱豆 你的爱豆就是叫刘鼻涕 啊 老婆说叫刘血 说话给我注意点啊 不要诅咒我 我跟你讲我这个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就是 现在就是跟曲燕池似的 作为我看到好多朋友给我留言因为前两天咱俩有个粉丝啊好像中了那个 呃那个那个618那个88那个大奖什么玩那个啊我很多朋友就说 说这个粉刘宇宁这件事就会很幸运啊 有这个可能 真的有这个可能啊 朋友们有没有就是能记得住我大概多久没播了 有没有记得就是说宁哥已经多久没播了 我都不记得了我估计反正就是20天左右是不是 23天没播了 我跟你说朋友们我前两天正正正真的是想过要播一下啊 但是这两天这戏真的太多了 呃然后呢也是剧组得特别好因为他知道我后面有事然后所以呢他就 呃 给我排的比较多就是先把我拍完啊 啊就先拍我嘛啊就很多剧情属于就是 如果景合适的话他就尽量大量的拍我的戏 然后把我呃就是以后面可能有点事然后那个所以先拍我的戏 然后在这里确实拍的很忙碌啊 天天真的想播了啊因为我想说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咱家朋友说一个事啊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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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有一个定律啊就是21天定律 如果你做一件事呢坚持21天 你就会养成一种习惯 啊我也忘了是从哪看到这个东西 我就觉得它是对的 然后呢我就分享给你们了然后呢我但是那天我一想 我好像20多快21天没有直播了这些朋友能不能习惯了 我不直播了 我其实就在担心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后来真的想在21天以内我说怎么也播一下 让你们这个重新就是别让你们养成这个坏习惯 不看我直播或者不不不想念我的这个坏习惯 我我就形成怎么就是不是不让你们养成这个坏习惯 我就先上来播一下就确实是没时间 给你们聊会天然后呢还跟以前一样没事聊会嗑让你们 我我反正我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反正我心里想的是这些朋友 我都很想念我 啊我我我就是你们的这个 解药 啊相似病的这个解药我上来就是给朋友就是稍微就是 呃 缓解一下 啊然后呢我就先上来播一会 啊 但不瞒各位说啊我我打开电脑那一刻 我紧张了 我紧张了 真的我我对于直播这件事我开始紧张了就是我 好紧张 我我要直播了一会 啊 就看来你们没养成这个21天的不看我直播的习惯 我已经养成了21天不直播的一个习惯就不想直播了 有点 啊但是不能啊还是得不饿一直得不饿啊 紧张啥我也不知道就刚才是有一丝毫的紧张但是看到你们这么热情洋溢的我就好了好多了啊 那今天咱也不太晚 好不好咱也别太晚了今天咱就这样是咱就播到凌晨一点好不好 咱们都别太晚 然后就是就是也别耽误你们休息 好吧咱也就都别熬夜咱就只到凌晨一点 行吗你们觉得 我说凌晨4点啊 你要晨练吗 你是不是想救的我直播就是看到我4点然后出门晨练然后回来喝个豆腐脑 啊喝个豆腐脑来根油条往后就是只要把早菜也吃了啊 约个早点啊早点就不约了 开玩笑啊播不到那么晚我就差不多咱就 现在是10点啊播播看我一会累了我就就收了因为确实这两天拍戏有点累啊 戏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这部戏 我觉得 对我特别考验的就是记忆力 台词真的是要了我的命了啊 就就是一倍就被被一页纸 真的考验我我就觉得好像 又又对我自己又有个突破了我想说这么多次我都能记住 还有什么记不住的 台词超级多真的是 有没有说年纪大了啊 有年纪大了记不住台词了是吗 你看 这就是我为什么就是有点 就是刚才开播之前紧张就是因为这个 我怕我受到网报 我就你看我就好心好硬我先上来播一会儿跟你们唠唠嗑 就有人炸我心 说我年纪大 行吧 有朋友说也不大就30出头是 等我 等我40岁我也说我30出头 出这个头有点大 等我 是 你 找一下 这个 你